新北市老人會 奖勵性別平權推動有功團體 新北市長朱立倫特別表揚肯定 429個肌肉團體 市府將106年定為性平年 特別首帥全國辦理性平三分之一販轉行動 希望人民團體發揮領航功能 達成里堅市單一性別平均 不低於三分之一的目標 很多社團有的老十部的參加 有的老十部的參加 是不是可以性別平等 大家都可以參與 如果兩性平權的時候 單一性別至少保持三分之一的里堅市 里堅市 這樣才能讓所有的社團 更能夠推動兩性平權 人民團體里堅市成員性別比例 都是以男性為主 市府公布資料顯示 新北市內成立滿一年 而且理事長雲任期內的人民團體 總共有3375個 其中男性理事長約占百分之七十一 女性理事長約占百分之二十九 前市人民團體領導幹部中 女性與男性仍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市府分階段漸進宣導里堅市單一性別比例 不低於三分之一 期望社會更進步和諧 我們這個社會要進步 要讓大家作為打拼 再次感謝我們所有的社團 大家對社會的推動 做社會的公益 然後能夠推動兩性平權 今天所有的機構社團 大家繼續努力 針對性別平等在人民團體當中 市府以多元模式 分階段實踐策略進行推動 規劃多元行動方案 分階段漸進反轉人民團體 決策權以及性別比例的傾向 提高女性參與比例 實際落實性別平等 中家新聞林立如 李嘉豪板橋報導 中文字幕 李嘉豪